欢迎来到 爱家好医生 我有一对夫妻朋友 他们两位都是记者 结婚前很恩爱 后来他们就生了小孩 生了小孩之后 爸爸就决定赶快移到晚班 妈妈呢把工作移到早班 他们每天呢 就一日一夜 互相交班 来亲自带小孩 他们觉得 孩子一定要父母亲亲自陪伴 所以他们用这个模式 希望能够达到生活中的平衡 但可想而知到后来 他们夫妻几乎没有互动 见面就是交班 小孩今天吃了什么 他今天睡了几小时 我要赶快去上班了 拜 经过了大概一两年之后 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冷落冰霜 对话之间几乎没有热情 只剩下孩子的议题 于是他们 好好的坐下来想了一下 先生说这样好了 看起来你比较有能力 而且你的薪水 虽然暂时现在比我少 但是我觉得我带孩子的时候 我非常开心 爸爸就辞了工作 在家亲自带小孩 让太太能够继续在外面上班 来赚钱养家 后来他们的感情 一家人都非常的好 这个故事给我们两个启示 第一 金钱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决定 一个家幸福不幸福的主要因素 第二 没有人规定请孕音假 或在家带小孩 只有妈妈才可以做到 爸爸同样也可以做得非常好 大家好 我是子环妈妈 大家好 我是子环爸爸 我们有个很困扰的问题 就是小孩从月子中心回来 然后都不睡觉 一定要有人家抱着 然后他放下床之后他就会描醒 或是他抱着可以睡 但是你可能也要走动 你不能坐着 然后睡眠品质不太好 比较敏感 然后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解决 像情况很明显 小凤梨妈妈的这个问题 我相信已经触动不少的 爸爸妈妈的心声 就是小baby在小的时候一直哭 然后也没有人可以回答你 因为他可能会说 这个时间过了就算了 可是在那过程当中的父母亲 是非常焦虑 而且非常挫折的 我们来问问小凤梨的爸爸妈妈 他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情绪 谢谢你好 哈喽 子环爸爸 子环妈妈 你好 你好 小凤梨 睡着了 对 怎么样 来 我们聊聊新手爸妈的困扰 她现在多大 一个半 一个半月 对 你们最苦恼的是什么 她不睡觉 不睡觉 对 很难睡 你们本来期待她一天睡多久 至少十四个小时以上 还有一个是她很浅眠 很敏感 我们很困扰是她不睡床 她一定要比较薄 她白天还比较愿意睡 但她是晚上几乎不太愿意睡 她大概一两点睡 一两点的时候睡 对 然后睡到大概五点吧 五点 起来四一次 然后大概八九点再吃第二次 八九点再吃第二次 所以五点到八九点中间 我抱着睡可以 但是如果放下就有点困难 你现在是轻胃 平胃 轻胃 我平胃就只有她睡前那次 因为我想要让她吃饱 就是我确定她有吃到这么多 她就三四小时就固定一次 三四小时固定一次 所以是不是有规律的 不是说想要就玩 我这样就让她有 对 我就让她有规律 那除非我发现她真的很想要吃 所以我才会再让她 就是在 譬如说两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 是 我才会再让她吃一次 那基本上我都会尽量帮她撑到 三小时以上 你都是躺着胃还是坐着胃 坐着胃 坐着胃 对 就譬如说她大概五分钟 或是她完全没法静下来 我才会让她去躺着胃 然后跟我一起睡在床上 因为我希望的是 她有她自己的床 所以我希望她会睡在她的床上 然后我们一开始也是希望她有自己的房间 可是我们目前是陪她一起睡 那譬如说从早上九点一直到晚上的凌晨十二点 你们都要玩什么呢 一直抱起来放下 抱起来放这个游戏 什么时候你决定抱她 什么时候你也放下 她尖叫的时候 尖叫你才抱她 对 就是说我觉得她熟睡了 我想要把她放到床上 然后可能放下去的时候描醒 我又要再再抱起来 好 那走来走去 我要走来走去 然后你把她放在哪里 床上 她的房间 她的房间 对 看一下 好 在这里 她床下非常热闹 因为本来一开始 她不是长这样的 我回娘家的时候 她睡得非常好 然后娘家是小床 对 然后是可以靠在床边那种小床 然后我不晓得 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把她放在这边而已 然后后来我发现 我在想她是不是觉得太空旷了 所以我就尽量把她塞满塞到她这个位置 对 让她觉得说有一个包覆感这样子 是是 那晚上那个一点到五点的她是在这儿吗 对 除非真的不行我才 就是躺位跟我睡同一张床 所以她还是最后有机会在这边睡的 我就是强迫她一直在这张床上 你刚刚说你会跟她同一间是你在哪儿 你在 你在这儿啊 对啊 你睡这儿啊 对 我这沙发布通常都是爸爸的 爸爸会睡地板 你睡这儿 对 好可憐喔 对 我们就陪她一起睡 我们会轮流 不是她过就过不 悲惨夫妻 你们今天要抱头痛哭才对啊 我看一下你们原本的睡的床 好啊好 然后就她会跟我一起睡我的床 反正这个软硬度跟那个也差不多 对 跟她的床也差不多 对 可是我就是可以在这儿用哪一片她睡觉 因为通常只有我会跟她过来 然后我会把月亮枕顶着她 然后我在她另一边 月亮枕在她另一边 对对对对 可是其实应该说我跟她一起睡的时候 我也没有睡 因为我会怕 所以我会一直 我其实是会一直醒来 然后还有一个是 这个也会怕掉 对对对我会怕所以我一直醒来 那她通常都是睡中间 那其实我的手会 呃 围着她 因为我也怕她被枕头闷住 所以通常她都会在枕头下 是 对然后我手会围着她 好 OK 那我们出去吧 好 我想要 我想今天已经无关 我认为啦 我觉得今天你们的痛苦已经无关 睡眠本身 或者是小朋友的这个哀嚎 这个小婴儿出生之后 她的这个作息跟她的个性 跟你们想象中 对 有很大的落差 对 我觉得是这个 呃大部分知识都是月子中心教的 月子中心 对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嘛 嗯 那我是希望她是走百色一身路线 是是是是 我也本来就是比较希望 我觉得小孩应该有小孩自己的睡眠的空间 这样子 是是是是 从小养她独立的习惯 嗯 这是我希望的 对 爸爸有没有什么 在这个过程当中 觉得说 诶 你这一套 到底是 在坚持个什么之类的 还是说 你其实都还蛮 如果她能够有自己的 就是自己好好的睡在自己房间 对 就是比较不苦闹 当然是比较好 因为毕竟妈妈也很累 对啊 对啊 你们如果我今天跟你说 那我们改变 你会觉得说好啊 还是说 嗯 再撑一个时间的 就是一直会有一个 想法就想说 是不是训练一下 我们再撑一下 但是一方面又觉得说 我是不是 应该要顺应 每一个小孩的个性 跟 因为总是你知道她出生 跟你期望的不太一样 这个年纪的婴儿 她的需求就是这样嘛 你大概只有这样嘛 对 但是你会觉得很灰心吗 不会啊 因为一岁 两岁 三岁 总有一天 你们会达到一个共识 那我们其实是 慢慢慢慢 这样去找到的平衡点 那这个时间点 当然每一个宝宝都不一样 那以她的状态来讲 我觉得我们先 我会先替她说说话 就说 可不可以先让我表达一下我想要什么 我想要躺在妈妈的身边 我刚刚就想说 也许那个沙发移走 那个地板还不错 那地板稍微有一点点软度 你跟她躺在那边 反正就是她吃它很顺利的 让她来告诉你 我想要多几个小时喝一次奶 现在你是规定她吗 我有点没有办法分辨她到底 因为我想说 就是她刚才吃完 对 那怎么怎么 怎么现在又要吃了 她是口欲吗 还是她是真的很饿 对 如果我们不给她这样子 予取予求 你就不会知道 对 当你被她这样揉令一段时间 你就知道了 你被她折磨 你就 你现在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是讨安抚 吸得很大 这个是饿 你就大概渐渐知道说 她几个小时会饿一次 但她讨安抚的时候 她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所以身体 绝对是没问题 现在剩下的人 她的宝宝的心 她需要这个 这个舒适安全的这种感觉 我想才是你 现在最大的困难 所以从小婴儿的角度来看 到底这些百岁派 或者亲密育儿派 这中间的拿捏点 专家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艾佳顾问团怎么说 唱上小婴儿哭泣的问题 我想我们这一集的专家 当然势必要找一位儿科医师 来跟我一起来讨论 不过小baby 其实她的心理的发展进程 真的很需要 一位儿童心理的专家 来跟所有的爸爸妈妈 能够好好的解释一遍 了解一下小baby的心情 当然很多小baby 她的背后也有一些 自己的个性 或者是一些先天上面的 一些气质 也需要我们的亲子专家 来一起帮忙 我们儿科医师被问这个问题 问非常非常多次 但徐老师你通常第一句话 都会怎么跟爸爸妈妈安慰 爸爸妈妈辛苦了 真的 你有说我也是过来人之类的吗 第二句就是我也是过来人 我就会讲说我们家老二 真的是让我从地狱爬出来的小孩 是 因为他到两岁 我们家老二到两岁 他才有办法一觉到天亮 杨医师我们就更有经验了 对不对 有一些白天睡很多 晚上就不睡 妈妈就说晚上我要补眠 你怎么不让我睡觉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 小孩睡眠这个 尤其三个月之前 大概白天晚上大概一半一半 对 你真的如果一整天去记录他睡眠 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没有亏待你 他真的是白天晚上一半一半 没错 但是白天的时候 他如果不睡觉 你不会觉得怎样 晚上你在睡觉的时候 他醒着你就很累了 你就会那感受就是你的晚上 很累了 对就是 怎么会晚上都不睡觉 但其实不是 他就是本来就分一半一半 虽然是这样说 不过我记得我自己也是醒醒睡睡 就是跟着他 你真的跟着他 因为实在太疲累了 对 那我看他们两个真的是 婴儿都经常 就是一直抱在手上 是啊 很辛苦 可是我们常常 会被阿公阿嬷说 以前都没有这种问题 真的吗 还是说真的是 现在的社会步调 让像这样的一个高需求 或者是 比较需要抱的小孩 特别多呢 前大家庭 所以当你累的时候 自然有人替手 对 那现在变成只有核心家庭 对 那当然就是会非常困难 我在看小凤梨的爸妈的时候 我就回想我自己 也曾经因为母奶的奶量不足 就是挤完奶 又嚎啕大哭 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差劲 这样子 再怎么挤都挤不出来 对 可是我觉得真正自己 在这个角色里面面对到这些困难 我觉得真的还是有那样的情绪 是 因为我们大脑塞满理想的状态 因为很多人就会告诉你说 你如果这样做A B C D E 你就会得到F 这样 棒喔 每个东西都是像是工厂 丢原料进去 成果就会出来 对 这叫什么 SOP 只要Follow SOP 你就会有结果 教育也告诉你们这样做 职场也告诉你们这样做 所以我们认为这世界上 万物都有定律 我们只要登登登登登 然后就会有一个 至少不会差太多的结果 但是育儿就让我们整个的 那种建构起来的心思 一整个打碎 原来不是我想干嘛就干嘛 原来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 不是我们要它怎么做 它就会自然而然形成 我们先把刚刚那个名词厘清 就是很多现在的流行 就是说这个学老师 你是百岁派 还是亲密育儿派 杨医师你站成哪一派 先名词定义一下 真的有这些派别吗 代表意义是什么 百岁派的话 就我的理解是 它是一个比较结构式的 就是可能告诉爸妈说 可能几个小时 你去喂一次奶 然后几个小时让他睡 就是赶快训练他 然后用训练这两个词 对 然后训练他 然后让他想办法 让他一个人睡 那他哭的时候 你不用太去管他 让他自己安抚自己这样子 亲密派就是 你就是依照孩子的需求 来做出回应 所以不会有那个 所谓的训练的问题 那不管哪一个派别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你在那个经验里面 你怎么样去观察你自己 怎么样去观察孩子 孩子 你在用这些方法的时候 孩子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那对我来讲 爸妈这个角色 有一个很基本的功能 爸妈角色就是保护跟养育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自己当妈妈的经验里面 这个就是一个摸索的过程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越困难的任务 其实就是在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表达我们对孩子的爱 那我希望小凤梨以后可以了解 你从现在一开始 就给他这么多的爱 加油 亲密育儿好像被人家 就会觉得说 好像就是完全失去自我了 妈妈就基本上就是小孩子 操弄的对象 她要来就来 她要躺就躺 所以亲密育儿 亲密育儿派我那本书 说可以搞到三岁 妈妈想说 三年都过这种生活啊 人生 好像会害怕 对不对 这我可以讲一讲 基本上她要一岁一岁半 她的动作发展 开始有一个基本的水平 她就会开始慢慢的想办法 离开一下你 所以她不会像一个baby一样 永远挂在你身上 那个担忧 我觉得我想像那个担忧 比较是 我能不能自己handle 这样被黏住的状态 真的 这个战场 真的就是在这么窄的 一岁两岁中间吗 还是其实这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 互动的模式呢 像我们现在小孩都大了 就像刚刚孙老师说的 你想要黏她 她都不要理你了 对 保存期限 是真的保存期限 其实真的还蛮短的 那就像刚刚孙老师说的 如果今天真的是一个 比较依赖的孩子 那你又这么的想要 赶快把她推开 我们真的看到蛮多的这种妈妈就是 小孩比较黏 妈妈很想要推 结果那个一直推的过程 小孩就一直拉 更黏 对 变成那样子的一个互动的状态 其实反而会糾葛更久 因为孩子要的东西 妈妈你再给我一点点帮助 一点保护 但是妈妈其实没有感觉到 我的孩子想要这些东西 她想到就是 我觉得你太多了 你赶快后退一点 对 那我觉得中间那个拉锯 真的是会让妈妈也觉得很糾葛 小孩也觉得很受伤 在她小的时候 她因为个性比较需要黏 或是比较脆弱一点 我尽量满足她 然后让她长大的时候 能够笛子达得比较好 反而比较容易 不管是心智上比较成熟或什么 有这样的说法吗 还是说 其实这个也是自我安慰 我觉得的确是会有帮助 因为刚刚黄医师有提到 这个所谓心理的安全感 主要带养者怎么样让孩子感觉安全 这个所谓的感觉安全 就是当她发出一个讯号求救的时候 她会得到一个回应 她感觉安全 她就比较不容易 有情绪过度负荷的状况 那她开始可以调节自己的情绪 那当然心理健康的发展就更好 这个时候又会有一些妈妈开始焦虑 她说我的小孩都已经可能两岁 三岁了 可是她还是很怜我 难道我给她的安全感还不够吗 我已经放弃 跟你说什么百岁 我放弃了 又在家 训练 我没有在用训练 是 我放弃我的工作 我通通都在家了 我也在陪她了 然后她现在还这么黏我 然后旁边风凉话就来了 你看吧 不是因为你为母奶 你为母奶 日食恶果 你一直抱她 你一直抱她 所以她现在这么爱黏你 我觉得这又是 我会跟妈妈解释说 这个痛苦的确一部分是社会环境造成的 就像刚刚孙老师一开始讲到的 就是因为现在都是小家庭 所以你的孩子 她不是安全感不够 她是安全感被你照顾得很好 所以她很勇于争取她的安全感 好 在这个勇于争取的过程当中 就你一人 所以你等于在这个现代 你扮演了以前古时候的三姑六婆五 六个人的工作 通通在七个人身上 所以你的孩子 虽然现在看起来很黏你 她不是没有安全感 她是勇于表达自己安全感的需求 你就是那个倒霉的那个 就是只有你 所以这个痛苦是正确的 是存在的 但是不要否定自己 就不要说我都已经给你那么多了 为什么你还那么没有安全感 不是 我已经给你那么多了 所以你知道找我要安全感是有效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的付出并没有 并没有就是通通都付出流水 但是你的痛苦本身要怎么解决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就先把心态弄对 然后再来解决问题 那我想要分享一下 我们心理的层面来看 这个所谓的分离个体化的话 其实它有几个阶段 像比如说18个月到24个月 这段时间 它们会再度的跟你黏得很紧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的大概半年 它的能力都已经到达某一个程度 可是也就是在这个过程 开始发现 它没有像大人一样 什么事都做得很好 所以它会觉得 它还是会很需要你 那一段期间甚至会严重到 它没有办法让你离开它的视线 你一直排挤它的话 这个情况就会拉得很长 因为它越不安全 它就越要 它越要你就越烦 所以就变成一个权力斗争 所以如果在那个半年 你还是能够稳住你自己 等到两岁以后 这个状况就会缓解 就不见了 我想我们再回到小婴儿的时代 我们现在如果说 妈妈今天在陪伴婴儿的过程当中 那她也知道了 我现在付出这个亲密的关系 是对她长远来讲是有好处的 但是我现在此时此刻 真的已经撑不住了 我暂时我也找不到 二到四个人来替手 对 有没有什么实际的解决方法 我觉得带出去 对于妈妈跟小孩 两方都很好 因为妈妈出去就会觉得 外面空气好清新 对 我觉得多多少少 那个紧张 那个焦虑的感觉 会比较release一点 那在家里有时候 我觉得妈妈 我会通常会建议 爸爸妈妈 先把那个家室 比如说洗奶瓶 拖地 然后洗衣服 这些东西 我觉得当宝儿 可能在清醒的时候 他可能需要你 他在叫你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先把这些家室 先放在后面 我们先跟宝儿做一些 他需要的一些互动 比如说唱个歌 跟他动动手脚 比如说抱着他 在家里面做一些 就是比如说 这边是厨房 妈咪咪是洗奶瓶 做家事的地方 这边是浴室 我们洗澎澎的地方 有点像介绍我们家的环境 baby会感受到 妈妈今天又在跟我玩 讲话的游戏 又在放一些音乐给我听 其实我觉得 这两个人的情绪 都会一起好起来 真的很多妈妈 真的一个人在家 跟小孩 你瞪我瞪你 还真不知道要干嘛 所以后来还要 以前讲说这还要教吗 是妈妈很自然 后来发现真的 好像还是 有跟他讲一些 有时候会没梗 对 我们讲那么多 小凤琳妈妈在旁边 听了很久 有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中场要发问 有 我想说一个是 从小如果就是 一直黏在一起 那不能从小让他训练 独立系吗 就是 我觉得 你知道独立 是很自然的 那你们 就是大家现在都一直 挺上亲密 就是 对 就是现在他应该要跟你 黏在一起啊 反正两岁以后 五岁以后 再说 可是不能就是 现在嘛 或是譬如说 我觉得他现在大了 他可以自己睡了 那他是不是应该 他有他的房间 我们用我们的房间 这样不好吗 然后还有的是 我觉得就是 就是 家事先搁在一边 没错 可是问题是 我连吃饭 上厕所 都不行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话 就是好像 不太对 就是我觉得 应该就是要让他训练 一点点独立 不是应该说 他就是一直要 你知道黏着我啊 就是一直黏着这样子 然后我应该要 一直跟他 有很亲密的关系 然后 他因为他有需求感 他的安全感来自于你 可是这 其实是变成 我们什么事都做不了 我上次就说 妈妈可不可以上个厕所 我拜托一下 所以就是三分钟 你坐下三分钟 或是躺着三分钟就好 我那时候是用背筋 我就是背着孩子 背在前面 那我就可以去做一点事情 背着孩子上厕所 你当然也不可能 整天挂着嘛 也会累 所以你就是真的没办法 你想要去做点什么的时候 因为这个年纪 你还是可以背着 而且背着他跟你有接触 他可能听到你的心跳 他整个状况 是会很安定的 其实有点像古时候的社会 是啊 背着小孩去种田 去种田 走啦 背着去演讲吗 对 联合国 那个不是背着去开会吗 超猛的啊 可是你知道吗 有研究 真的就有研究 他分两组妈妈 然后都没有给他们任何育儿知识 那个实验组 控制组就是照他们一般的做法 实验组的话就是给他们一条背筋 然后请他们每天要背七个小时以上 七个小时以上 就你知道吗 半年以后回来 那个亲子关系 有背筋的这一组 是比另外一组好很多 是 那我们当然最理想 希望能够有两个到四个 有安全感 依附感对象 这样可以把这个压力share掉 对 好 那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重要 就是刚刚妈妈讲 那真的不能用训练这两个字吗 就是有听到成功的经验呢 说老实话 其实连我们的那个review 这个一些文献也有发现说 你真的如果做这些训练的动作 妈妈的这个满意度还会稍微高 比较高 因为那个小孩子 至少睡觉的时间不会吵你嘛 至少可以好好睡觉 养精血液隔天再来一下 所以是小孩决定你用哪一种育儿方法 不是你选择哪一种育儿方法 把小孩变得独立 或变得黏人 或是变得搞错了 因为那个独立的个体 跟你两个都独立个体 你们现在只是取一个中间平衡点 如果你用的这个方式 让他哭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惨烈 也许他就是在告诉你 他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子的方式 我觉得其实当爸妈难的就是 在那个摸索里面找到 你自己的相信的东西 也许以前在这个生长的过程里面 有一些严厉的状况 我会发现 当我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 惊觉到 为什么也有这样子的口气 我明明真的很不想要 当这样子的妈妈 然后我就会去回想 可能是在那个当下 以前我小的时候 有这样子的状况 那那个调整可以跟你的朋友讨论 其实刚刚还没有讲到一点 就是如果是讲我自己的经验 一岁以前用杯筋 然后其实大概快一岁的时候 我开始就认识一些妈妈朋友 那我们就组了一个玩耍团 对 你一旦经营一个比较长期的 这样的关系的时候 有些时候等稍微大一点 你要解放一下 去办什么事情 也都很放心 因为已经变成朋友 可以信任了 我也必须要讲 有很多的妈妈 也真的是训练孩子 就是睡觉 就在她哭一段时间 渐渐 果然成果来了 那最后她就一个人睡 那这个是OK 但是我要请孙老师分享一下 因为像Mary Eisworth 那个研究 就告诉你说 有些孩子真的被你训练成功了 可是她背后并没有很认命 那基本上就是看 当照顾者跟孩子分开的时候 孩子的反应 然后来得知 照顾者是用什么样子的模式 来照顾他们 然后她发现 只要是爸妈用忽略 或者是经常性的 就是有时候在 有时候 有时候情感跟他同在 有时候情感不跟他同在 的状况 或者甚至有一些 虐待的状况的时候 孩子都会形成一个 所谓不安全依附的状况 那不安全依附 就是讲白话一点 就是他的心里没有安全感 那最近就 前一阵子就看到一个 德国业研究 他就把两岁的孩子 安全依附一组 不安全依附一组 放在那个 一个棚子里面 然后就请小丑跳进来 那你要知道 两岁的孩子看到小丑 是吓都吓他 对 他不会觉得很好笑 他其实是有一些生理的侦测 放在孩子的身上 然后就侦测 安全依附的孩子 当然他就依偎的妈妈 依偎的很紧 妈妈会安抚他 那这个不安全依附的孩子 他就是没有寻求的动作 因为他们其实 关系品质比较薄弱 但是这个孩子的生理侦测 就鸡飞狗跳 那个表示什么 表示他在消耗他自己的 身心健康 那我们可以想象 这样的情况 一直不断的发生的话 那个其实对孩子的 生理健康跟心理健康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他身体里面正在很澎湃 可是你外表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他可能心跳血压都增加了 可是他是天使宝 别人说的天使宝 是 谁抱都可以 然后自己睡 你以为 你刚好生到了一个 像我们刚刚讲 这个你的小孩就本身 他就不是那么的 衣服的这么重的小孩 你以为是这样 可是万一不是呢 我有时候就很担心 万一不是呢 像临床上我们看到 如果是十个月大左右 九个月十个月大的孩子 他还是随便什么人抱都好的话 我们就会合理的怀疑 这个衣服关系可能是有问题 对 因为九个月十个月 他应该要能够区别 他学的是那个关系的紧密 怎么样去区别陌生人 跟这个我的主要照顾者 那这个其实是 我们未来发展我们所有的人际网络 一个最基本的 他要怎么样来区别 这个亲疏远境 小凤梨接下来三个月四个月 她的动作发展会越来越好 她会想要翻身 她会想要趴着撑起来跟你玩游戏 所以白天的时候 妈咪记得花一点小小的时间 跟她玩一下翻身 玩她一些趴的这些动作 对于她来说消耗她的活动量 她晚上应该会睡得更好 加油 一般就是脸是专家 我们在外表看 你只是跟我讲说她睡得很好 一个人睡 我也没有办法判定说 你的小孩终于成功了 还是你的小孩 她当她压抑之后 她以后跟人的亲密关系 都会出现问题 这个是我无法预测 所以我才会担心 有的时候 像我知道杨医师 杨医师小孩以前也是分开睡 你有训练她分开睡吗 对 我也不晓得 杨医师小孩小的时候 她应付关系怎么样 但现在就可以追踪了 因为她小孩已经长大了 还OK 刚好我们老二 老大老二差三岁 老二出生之后 老大就陪我睡 对 因为我很怕被炒 对 因为我那时候还是住院医师 我需要值班 对 当然百岁医生有告诉我们说 那个小孩要睡一间房间 对 分开睡 我个人觉得这样 尤其是对前面六个月大的小孩 不太适合 对 而且是有危险性的 对 尤其是他们在口水分泌义物 还没有完全能够自己排空的时候 对 是很容易导致婴幼儿自喜症 对 因为我们邻居就发生过这个悲惨事件 邻居啊 这么近啊 对 邻居 她给我说 她的小孩已经急救了 已经自无人 我听到是非常难受 很难受 六个月以内趴睡 跟分开独立间房间睡 我个人觉得不太鼓励这样做 那我现在先放弃 那这个独立的这件事情 我先开始满足她 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试一试 是的 我觉得或许 重点不是那个独立 而是你想要告诉我们说 真的很累 你不知道怎么样好好地撑下去 有的时候你需要你自己的空间 对 跟你需要你自己的时间 对 我反而觉得在这一段时间 你最重要的任务是怎么样 让你自己抓住 你可以休息的时刻 那个也许是床垫放在旁边 她在这个床垫睡的时候 我在我的床垫睡 是 类似像这样子的方式 小妇女妈妈在我去你家之前 还要再问个什么问题吗 像你们刚刚讲到那个 譬如说到十个月的时候 像那个义父关系好不好 可是我觉得譬如说 我们家就有这样 譬如说我觉得从小譬如说 我们带她出去好了 然后我们去教会 教会有妈妈小组 然后很多小朋友都聚在一起 这样子 所以她从小就会跟很多不同的宝宝 不同的妈妈 然后这样玩在一起 所以她其实不怕生 但她不怕生的定义是说 九个月十个月了 甚至到一岁了 她看到每个人还是都很高兴 她不会只要找爸爸妈妈 她觉得这个也好 那个也好 然后陌生人 她其实可能她是不是想要交朋友 所以她就想要说 这个玩一玩 那个玩一玩 可是这样不代表说 不可惜 我可以回答 对 今天我们谈的是一个 所谓陌生人焦虑 就是一个完全陌生 她平常不熟悉的人 来靠近她 她应该要有反抗 或者躲在你身体 或者坚决不要给她抱 而且那个安全感的人 并不在视线内 是 所以如果今天一个 那如果就是 我们去公园 然后她去公园 都是陌生的 但是看到那个小朋友 她觉得我好想去跟她玩 她就去了 然后她也不认识她 然后就这个跑那么跑 就是一个开放空间 不是她熟悉的地方 那这样就是不好 就是我们可能觉得说 哇这个她不怕生 这样 其实重点是 你的那个主要照顾者 是不是在视线之内 对 有些小朋友跑跑跑跑跑 每个人都玩得很开心 回头看一下 不见了 还在 妈妈还在 OK 妈妈就继续跑 还在 OK继续跑 那什么时候你会 你只要遗弃她过一次 不是说再找一找就找到了 而是 开始在地上哭 然后开始就是糟糕了 为什么我这么信任 最信任的人 本来应该在我巴苦 怎么现在没有在我巴苦的时候 没有了 她下一次就可能 就会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么开心 是 那怎么讲 她跟其他人的互动不会是 哈哈 你有来有去 不会 她就是只有她自己 抢玩具啦 或者是推人家玩东西 就是她的互动会跟 有安全感的小孩的互动是 一般的还不太一样的 会看得出来是不同的 是 所以我想我们解释的更深一点 比较不会让大家误会说 对 如果小孩有随便人抱一抱 这样子就是这个安全感不足道 也不见得是这样 对 不过刚才有提到 也许空间上面的摆设 可以做一些调整 因为现在妈妈她们 我看看她们现在睡觉的状况 是什么样子 嗨 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你有想到什么样的问题要问吗 就是 如果说我们把她 现在要跟我们睡了 对 那会不会有认床的 问题 其实你可以把你的床 搬到你的主卧室 然后把它 拼在一起 就是要拼床 对 第一个就是安全 对 第二个就是你有这个未完 她睡着想要自己空间 你把她推过去 我这也是一个方法 内心一直都希望她有自己的房间 就是 是不是这样有点太勉强 但是就是 希望她从小有自己独立的个性 反过来讲 其实是不是也是我们 希望有自己的空间 跟自己的房间 我们需要有安静的时刻 这样想应该是比较对的 对 对 我们从小如果我们有 让孩子有一个好的安全感 她在上小学后 比如说五岁以后 她的自信心 是比较足的 那如果我们把独立这件事情 跟自信心是连在一起的话 那么反而应该是跟你刚刚讲的是相反 我们要顺应小孩的需求 对 那她哭了就要报 她哭了就要报 这也是对的 你就会从她的哭声 大概知道她现在需要什么 那就是饿 我举例子 比如说就是饿的时候就是滚嘎 所以你就会哭一下 然后又哭一下 那种就是饿通常 那也有那种就是尿不湿的 那就是不舒服 她就是你把尿不湿太好好臭 或者是就是尿尿 所以当你吃喝喝 所以这些事情都排除了 那剩下的就是报 那你就报吧 你哭我就不报 不哭我才报 这是不对 对啊 最脆弱的时候你不帮我 我已经站起来了 你抱我 那我根本不需要 这个观念绝对是错误 我要怎么判明她不舒服 她是这样就是 不舒服吗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说 为什么平常这样都可以 你今天都不行 而且也许持续了很久 也两三小时 那你大概就知道她不舒服 她一定可能她的生命了 但是这个建立在什么 建立在她长期 跟她就贴身贴的这样认识她 她才有那个超能力 就我马上可以感知到我小孩出问题了 所以我想回到我今天讲的 就是趁这个时候去认识她 以后那些事情就不用担心 所以我不能把她当作 天使宝 你身边有天使宝是不是 对 因为我哥哥小孩 是一个 我觉得 因为身边 我知道天使宝应该很难遇到 但是 她真的是从小就是丢完她就睡了 然后她从月中心回家 不久她就自己睡过夜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天啊 我的小孩应该也会 是 长这样 然后至少她现在不行 但可以拉个五个小时 然后 平位 塞久一点 可能会拉个六个小时 然后就移觉到天亮 这样子 相对于天使宝就是什么 高需求宝宝 这个词还蛮流行的 对 可是你看 这么多妈妈开始讲她小孩 高需求宝宝 表示这是正常 这是常态 每个都说我宝宝高需求 高需求 你也高需求 每个人都有这个需求 但就不是高 就是一般的需求 每个宝宝都有这个需求 对 她其实在月子中心的时候是好的 对 然后就是也吃饱睡也好也很乖 也自己睡自己想到 她在月子中心也没跟我们睡 有的时候 是跟照顾者的气质有关 气质没有分好坏 就是气质 那月子中心的护士都身经百战 他们对那个宝宝其实还蛮冷静 所以当宝宝哭的时候 或是宝宝有闹的时候 他不会 你怎么了 他不会 不急不许地过去 不急不许地抱起来 但是新手妈妈 新手宝宝不是 你怎么了 马上猛猛猛心跳就快 讲话就 瞬间就高八度 其实对孩子来讲 那就是紧张 所以他就想 你在紧张什么 为什么靠在你胸膛你心跳这么快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环境 就是 因为我发现他有个问题 是因为他 他没有办法 自己一个人 我觉得真的是 就是 这是正常的 因为 小朋友应该都会 整开眼睛 然后自己玩一玩 就是没关系 但是他不行 他放下 反正他就只有哭 妈妈很辛苦 那爸爸回来 反正就换个手 至少心里不要疲累 我觉得就是 心里的疲累最痛苦 身体累就累 对 成果就好了 我们今天分享了非常的多 我们看一下 艾佳顾问团 还有我们要补充的呢 我 很制作主张的 替他们做了建议 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好可怜 其实 怎么会 睡在地板跟沙发 对啊 这是我 好啦我先讲 我简单来说 就是我小孩 那时候的房间 我们是门开开 那时候家很小 反正门开开 他就在那边 自己一个婴儿床 然后之后就 一样嘛 不要啊 不要啊 我要出来啊 是是是 然后后来 我老婆就 就有点想放弃了 那时候我还说 还好吧 我们还是成功的时间 还蛮多的啊 感觉她现在 蛮安全感的啊 然后有一天 我好像是大哭 然后我就说 不要不要 然后我老婆就跟我生气 她就跟我大吵一架 她把小孩抱出来 然后我们那时候 在外面打了一个地铺 对 那时候打 因为我们那时候家很小 很小 所以我们打个地铺 是让小孩可以在上面玩 然后我们偶尔那 睡午觉的车也倒一倒 这样子 那那一天 我老婆就把她抱到外面来 然后我就跟她在那边 她就躺在我老婆身边 然后我就跟老婆吵架 那是我们第一次 第二次 第二十次 不知道 没有啦 印象中 就是吵得蛮凶的 就是 怎么会我们约好的 怎么可以破坏 怎么可以破坏 然后吵吵吵吵 吵了一段时间 我们回头看 我小孩睡着了 睡得超好的 对 就意味在我老婆身边睡着 然后那一刻 我就突然觉得自己很蠢 然后我就 我就觉得说 这事情 为什么 没有标准答案 我不要再用标准答案去框架 我们现在的模式 对 我们现在变成有点 一直延续 我小孩都很大 可是我们好像延续了一个 以前的那个状态 就是 那个垫子还在 你知道吗 那个地铺的垫子还在 然后我跟我老婆 有时候就我们两个睡在上面 那我小孩的 因为我们就放在小孩玩的那一层 睡觉那一层 所以我小孩是她们她的床 妹妹的床 哥哥的床 然后我们就在地上打地 中间 然后偶尔 我们当然是说 请你们拜托不要滚下来 因为会影响我们睡眠 他们想要很大指的 对 但偶尔 有的时候 他们 这个 幸运天早上 或者是这种夏日 然后挤下来 然后大家窝在那边的时候 你就想 哇 我没想到可以延续到现在这种亲密的感觉 Anyway 这是我自己的故事 所以我就自作主张 跟他们讲说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也许 妈妈会 在这个 既然 必须要喂奶的状况下 至少轻松一点 小霍你妈妈有问题 是 就是 因为后来我就是听从哪一间 她就把床整个搬到我们房间 我后来发现 她依然不睡她的床 她要睡我们的床 是 就是一个 然后挤到一个爆炸这样子 然后我也很怕压咬她 老公也很怕压咬她 对 后来的确就是 这样她就是睡比较好 可是后来你们说推回去 因为她根本推不回去 因为她就是一个很容易惊醒的小孩 是 所以她喂完我就只能 她如果已经占了我们一个人 我们就只能挤 我们两个就只能再挤一个位子 她就睡了一个人的位子 是 然后那个时候啊 我就是有尝试的 慢慢她睡着 我把她铲回她的床上 铲回 对 然后 可是第一个是睡不久 第二次我发现她现在开始就是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叫 怎样叫夜晶 就是她开始疯狂做噩梦 然后手乱挥啊 然后一直尖叫啊 然后 我有观察在这 我想说她是不是真的不舒服 但我发现她都是闭着眼睛 可是她叫不太行 然后 她 把她咬醒了之后 其实就好了 哦 我想先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推进她自己的婴儿床 这件事情是替妈妈着想 我必须承认那是 我 常常有的时候会希望妈妈 有没有 就像我刚刚讲的 搞不好我的宝宝现在看到我就OK啦 嗯 她虽然需求的时候可以吸奶 然后她安全感的时候 她下次醒来的时候 欸 大概这个距离看到妈妈 她就有醒 就很安心 那这样子 当然我就觉得这个距离 推到婴儿床是OK的 我让妈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去做这个动作 但是很可惜的 就是不见得每个宝宝 都愿意 她可能就是我不行 我一定要这样才行 而且我一定要摸到你 我才觉得说 原来这个世界是安全 所以那个距离 希望能够有一天能够这样 但是也许很多家庭 这个很多家庭到只有婴儿床 都变成堆杂物 对 不管怎么说 但是这是一个 至少我们让她有一个方法 但是如果今天真的就在同一张床上 就算了 好 第二个问题 那同一张床上我会不会压到她 如果有按照杨医师刚才讲的那样的模式 床上都是没有这些很乱七八糟的软的抱枕 什么的 没有很少 妈妈是不会压到宝宝的 很多 就是亲子 会压到这个宝宝 都是在平常不熟悉的床上 那这个就会出问题 那你自己在自己的床上 妈妈跟宝宝 其实有点心电感应 你们当妈都知道 是啊 有 宝宝稍微 你就醒了 你就马上醒了 真的啊 不太会说压到 那你去睡 好像很不太会 对 这个就是目前是这样的方法 是 因为她现在很喜欢 一直 因为她翻 她现在想翻身翻不过来 嗯 那她生气 她就一直瞪 就她就一直往上瞪 就瞪到我们的枕头 嗯 所以有时候我当然是 我常常惊醒 因为我就想说 一个是我知道她在动的 就是她开始做噩梦 嗯 可是我有一次是 我有点吓到是 她是整个脸埋在 我们的枕头 嗯 嗯 对我觉得这 你总不会叫我也不要睡枕头吧 对 真的大人的枕头要挑选的话 嗯 我们就 无法 不软 就不用枕头 然后放一个死头 就不软了 所以最后只能折中 就是轻 嗯 至少是轻的 轻的小孩还可以呼救 嗯 还有这个 反正她是不舒服在 有可能弄掉的机会 对 如果是那种 就是很重的那种 比如说 记忆床垫 然后又很厚的记忆 记忆枕头 那有时候小朋友真的 在一个很特殊的角度 嗯 那也许就不行 嗯 你像你妈妈已经注意到 哦 这枕头要注意 棉被要注意 大概就不会有事 是 只要没有在想的 才会 才会有问题 我们刚刚一直忽略一个东西 就是爸爸的角色 嗯 小风里爸爸我觉得 你的角色非常重要 而且你现在已经做得不错 因为我们看着你 对啊 你看现在都 都爆了爆了 对啊 我要给你两个赞 稍微休息一下 因为你 比我还来的做得更好 哈哈 是那如果真的有 你有这样的资源 请岳父岳母稍微带一下小孩 对 夫妻出去约会 对 那爸爸这时候就很重要 需要讲一些肯定 鼓励赞美的话 嗯 就说 老婆你 照顾得很好 对 给她鼓励啊 加加油 是 那我想这样可以 我们从来没有讲说 要怎么鼓励来帮忙的老人家 嗯 好像我们常常 很多节目都是挑毛病而已 嗯 如果婆婆怎样公公怎样 我们有没有 是不是也应该鼓励一些 就是赞美一下 来帮忙的老人家呢 重点是我觉得 只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其实对孩子来说 其实不会宠坏她 真的不用太担心 但是我觉得妈妈自己 放松一下下 就是那一个小时 很重要 你去洗个头 对 你真的就会回来就是精神百倍 对 我觉得那个充电的那个感觉 真的还是比较重要 嗯 有这个机会吗 小凤梨爸爸妈妈 尽量 因为爸爸的工作时间 比较不顾定 对 所以基本上就是 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带孩子 对 所以有时候爸爸就是 早上出门的时候 我们来睡觉 然后下班回家的时候 我们已经睡了 对 我老婆也受这种苦 好几年 我现在真对不起她 说老实话 我那时候安慰老婆 啊 没关系啊 什么 你懂什么 对 你懂什么 我讲什么都不对 但是那时候我不讲话 我就是陪伴 也OK啦 就是尽力嘛 虽然她老是会酸啊 哎呦 对 但是 我知道我有做 她其实有感受到 小凤林 你把妈妈还问什么问题 要趁这个时候 问现场三位专家 我刚刚有问到那个 夜经的问题 对 对 就是 是不是每个小朋友都会这样 那她最近就是 做梦很严重 然后噩梦 然后我觉得她也睡不好 我也睡不好 对 那我曾经想要把 我就是一直 她都是包起来睡觉 但是她已经要包不住 嗯 还有一个是她真的非常怕热 嗯 对 所以包起来 她整个后面都湿了 然后起热 但是你 你不要说 外面二三度 叫我又开冷气 这样 好像也不环保 好像也不太多 嗯 夜经怎么办 我怎么改善她 对 然后做噩梦 我是不是要把她摇醒 嗯 但是我根本就不应该摇醒她 就让她滚一阵子算了 然后拍拍她 可是拍拍她 她就一直持续做噩梦 对 到摇醒她 好像又好了 可是 那边她醒了 我也醒了 嗯 对 就是 你不理她 她把你吵醒 没错 你把她摇醒 那你也一样醒 对 就是好像怎么做都行 那如果是 三个月的小凤梨 我想 用轻轻地拍拍她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OK 也不用特别把它叫起来 嗯 那三个月 那睡眠我们分成 前面一个月 二到三个月 三到六个月 那如果小凤梨 三到六个月的时候 它的 那个 睡眠的周期叫做 动眼 就是REM 动眼 熟睡期 熟睡期跟 非熟睡期 它慢慢地巩固下来 嗯 我想迎接四个月的小凤梨 睡眠会越来越稳 会稳固 是 就是它比较 没有那么容易被吵醒 对 不是小凤梨 对小凤梨妈妈用夜经这个词 描出她小孩半夜哭 就是比较少见 大部分的妈妈都说 长脚痛 对 大部分都长脚痛 因为这两个东西不好分 嗯 那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强调 很多长脚痛根本就 跟长子无关 像小凤梨 它吃得好 长那么好 所以它跟长道是无关的 那它大概单纯只是 睡眠周期的混乱而已 嗯 那未来会更好 也许下个月这事情就解决 第二个我也是要特别强调 就是那个 明暗要规律 嗯 就是你当小孩子正在目前 渐渐要熟悉夜 日夜之差的时候 他靠什么样的感受就是 灯光暗他就觉得天黑了 对 亮他就觉得天亮了 那这样小孩渐渐渐渐渐 他就会有生理周期出现 嗯 他就比较不会就是 在那个不对的时间 出现不对的睡眠周期 然后他就觉得 我现在到底要继续睡 还是不要继续睡 他的大脑就会有点乱 所以 我是有做过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在半夜挥舞手脚的时候 我是先安定自己手脚 嗯 所以稍微压一下 让他感觉稳定 虽然你不能包他嘛 但是你就是把他压下来 是 然后你开始跟他说话 因为你趋近他 你靠近他 开始闻到你的味道 然后听到你的声音 然后你那个重压 那个是深层压力 其实本身就有安抚的作用 对 或许可以试试看 这一招不错 对 这真的 不是一分钟两分钟 就可以讨论完毕的事 所以希望每个妈妈 勇于问问题 不要说 你知道我有一些朋友 他说我都不敢问 嗯 我才一个小孩 隔壁那个人生三个 都没在抱怨了 我一个怎么好意思抱怨 但我说你就抱怨吧 你的痛苦是存在的 对 不能因为别人生三四个 都没有像你这样的痛苦 不是这样的 不要比较 不要比较 你有问题 你的痛苦是存在的 小孩也不一样 是 你就发生 问问题 寻找问题解决方法 然后重点是寻找到自己 我觉得妈妈 跟爸爸 新手妈妈妈 是一个破碎自己 再重新建立的过程 是 这个破碎再建立 需要一段 适应的时间 渐渐渐渐 你就会 到吃甘蔗 我现在是这样觉得 你有这样觉得吗 有 我真的甘蔗很久了 哈哈哈 好 谢谢大家 我们如果0到18岁的孩子 有身心灵上的问题 想要报名爱家好生录影 也可以跟我们制作单位联络 让我们录影到这边 下次再见 拜拜 嗨 好可爱 超可爱 小凤梨 很多的妈妈 在育儿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个很大的感觉 就是很孤单 会觉得 为什么只有我的小孩 遇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身边的人 都不会有 或是我所认识的人 好像都没有这样 但大家的感觉 其实是一个错觉 因为多问问 像我们这种 天天都跟小朋友相处的 或天天都在跟妈妈 在沟通 在解决他们问题的 儿科医师或心理师 你就会发现 没有一个妈妈 碰到的问题 是独一无二的 事实上 有千千万万的母亲 新手爸爸 新手妈妈 都在面临类似的一些 宝宝的一些 各式各样的 疑难杂症 所以你并不孤单 你做的每一个决定 其实只要出于爱跟关心 都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偏差 和结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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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